-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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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takill Quadra Kill Pentakill 各位一樣 很期待時尚的後續 所以這部分我會先等漫畫進度高一小段落 再跟各位整理說明 好 在節目正式開始前 請各位幫忙按下影片下方的訂閱鈕 有您的訂閱遊戲才能繼續進行 好 讓我們遊戲開始吧! 本期節目介紹的是 私立秀之苑學員高中部一年B班 擔任學生會會計的時尚游 如上期節目所說 他是本作的李主角 但就個人認為 在真男主角出來前 他應該毫無疑問的就是本作的男主角才是 畢竟 身在一部戀愛喜劇 他的男女關係居然比主角還要複雜 這個待遇 一般是在別部作品的男主角才會有的 要解是現在沒有男主的這狀況 個人的推測有兩個 其一 讀者 觀眾才是真男主角 如果不是這樣 我實在想不出一部戀愛喜劇 在不是百合劇的情況下 為何主角 女主角都有了 卻沒有男主角的理由? 其二 該角色尚未登場 目前包含漫畫最新進度 登場的只有四位龜公子 但在族曲物語中 登場的龜公子卻有五位 換句話說 那個沒登場的龜公子 說不定就是本作的男主角 說是這麼說啦 但終究是不是這樣 只能等到這部收尾的時候 再來回到這邊做驗證 時尚的名字跟其他主角群一樣 名字也是取自於族曲物語中追求輝夜的五位龜公子之一的 時尚馬呂族 這人被輝夜姬開除了取得燕子之子安倍的難題 而認真守在燕巢前面 等啊等的 好不容易等到燕子殘暖的納克 結果他太慌張跌落 摔斷了腰骨 而且 在摔落時 一手掏到的還是燕子的糞便 他的水小 甚至讓壞心眼的輝夜姬感到愧疚 可憐的馬呂族 在沒能取得子安倍和受傷的雙重打擊下 在他收到輝夜姬的回信後 就消沉地死在床上 傳言 人們在這之後 便把徒勞無功的事稱之為 無家廢 刷著 要先來解釋一下 燕子之子安倍是什麼東西? 所謂的子安倍是指日本懷孕的富人在生產時握在手中的保羅 緊握他 有助於生產勢力 而燕子在古代則是被視為鞍殘鳥 兩者結合在一起 就是燕子在產卵時會排出的東西 雖然在現實很難想像燕子會生下這玩意 但這部分只要把它想像成灰夜姬的壞心眼即可 本作中 跟其他人很不一樣的是 灰夜真的有對時尚開出了 取得燕子之子安倍這個難題 當然 這部作品中的燕子之子安倍 目前指的不是什麼物品 而是三年級的女神 子安燕 那時尚會不會按到典故一樣的失敗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 我們可以先回來看看白鷹的狀況 如白鷹篇所提 白鷹被開出了取得龍手之獄的難題 至於他有沒有取得 白鷹那篇我並沒有明說 因為那時候 嗯 抱歉 我看得還不夠仔細 所以沒注意到 白鷹早已取得了兩個龍手之獄 其中一個龍手之獄 就如各種文章所推測的 十之八九就是龍手之獄的化身 龍珠陶 白鷹在準備他的超大型邀約計畫前 就有用半強迫的方式把龍珠陶拉進他的準備計畫中 雖然白鷹到底賣了什麼人情給龍珠 才能讓這個黑道女兒乖乖聽話 實在很讓人在意 但總之 他確實取得龍手之獄的協助 而另一個龍手之獄 就是實實在在的物品了 在計畫最終前 裝著那些漫天飛舞星形氣球的超大型圓形氣球 其實就是玉形獻給輝夜的龍手之獄 我能這麼說的原因是 你們看 又是龍又是球的 不知道是不是作者刻意為之 但這玩意的造型只有在漫畫的兩三幕有出現 如果不是知道白鷹的典故已經看得夠仔細的話 實在很難直接聯想到這就是龍手之獄 說了這麼多白鷹的部分只是想告訴各位 翅膀並不會讓這部作品完全按照族曲物語的發展 最好的例子就是 玉形確實拿下了龍手之獄 並交到了輝夜的手上 也就是說 時尚能不能得到紫安宴相當不好說 必須要看時尚個人的表現才行 至於時尚已經有了哪些表現 這期的後面我再次重申 不會介紹給各位 我會放到時尚二篇再提 因為光幕前要說的份量已經太多了 這期還是讓我們著重於典故以及時尚經歷過的事 正如剛剛所說 時尚馬呂族因為失敗而癒而終 在輝夜這部作品 剛登場時尚留著陰沉的錢法 以及動不動想死 這些都是來自於這個典故 他常常的錢法是為了不讓自己看太多東西做得物理限制 這代表著他對別人的恐懼 不知道看過漫畫的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在時尚參加應援團剛開始的時候 裡面除了本來就跟他同班的小野勢力有面容外 其他人完全都是無臉的外貌 甚至就連他未來要追的學姐也是 而這狀況 要等他克服了過去的心魔後才有了好轉 至於他的心魔是什麼 請容我稍後再提 時尚也是因為這個心魔才把頭髮流長遮住視線的 不然 他中學時期的髮型是長這個樣子 嗯 還是很卓 只是不應成罷了 仍然不是什麼型男 而馬呂族死掉的部分 則是對應到時尚動不動就想死的部分 這部分老師也有給理由 嗯 你們猜得沒錯 十之八九也是因為心魔的緣故 在他剛登場時期 被騰員說噁心就沮喪的想死 甚至認真考慮要用哪條繩子上吊 不過啦 要我老實說 他會有這些舉動 應該只能算是老師前期想利用典故來做的搞笑效果 因為在時尚開始嘴千花後 很明顯的這些負面舉動都沒了 當然各位也能說能有這麼良好的改善 是學生會成員的溫暖消除了他內心的一些障礙 讓他不會這麼陰沉吧 還有一個用族曲物語中的設定是 灰夜對時尚異常喜愛這件事 剛剛有提到 灰夜機在馬呂竹握並在床時寄了封信給他 對這個個性差勁的女人來說 會有這舉動是相當罕見的行為 而對應到這部作品 就是灰夜主動提起時尚的事情 是的 雖然是白銀下令調查 但最先察覺有意的是灰夜 如白銀所言 一向不喜歡別人八卦的事工 居然會提起別人的傳言 而且還到了有點掛心的程度 對這個壞心也沒什麼正義感的灰夜來說 是相當奇怪的 而灰夜會有這反應 是因為 灰夜對時尚的遭遇感同身受 並灰夜在過去一直被強烈的孤獨感 和社會的疏遠感折磨 當他看到被孤立的學弟 他對這名還不認識的人產生了好奇 所以他才會把他的狀況告知給白銀等人 而在他了解時尚想保護的東西後 更是對時尚產生了相當多的親近感 以至於時尚能輕易的把灰夜的好感度刷得很高 各位應該還記得第二季開頭 灰夜幫白銀慶生的那回吧 灰夜被自己送的扇子弄到無法思考時 時尚開門進來 成功救援 把風向扭轉 還把亂員嘴到逃跑 讓灰夜逃過一劫 漫畫中 成功獲救的灰夜為了回報這次時尚的表現 以及本來就對時尚好感度不差 才會有特別幫時尚補課的橋段 但動畫卻把幫時尚補課的部分 挪到了慶生前 所以 第一季動畫的灰夜才會模糊了幫時尚的理由 漫畫這邊是要還時尚人情 才特地幫忙的 當然動畫這樣移動也不是什麼大事 只要把這邊解釋成 時尚有好好的幫灰夜守住門票的秘密 成功取得灰夜的信賴 刷高了好感度 灰夜才來幫他 這件事之後 包含了時尚回答什麼是真正的愛啦 邀灰夜去水族館啦 這些行動應該都有提高灰夜對他的好感度 最好的證據是 灰夜甚至願意把自己的衣服借給時尚穿 還幫他化妝 說真的 雖然我是個男性 但我如果是個女性的話 要把衣服借給男性穿 怎麼想怎麼排斥 但這時候的灰夜卻願意壓下排斥感 把衣服借給時尚 表示這時候的時尚在灰夜心中 已經是相當放心的存在 而且在這回 幾乎沒有惡作劇過的灰夜 居然對時尚惡作劇了 這個時間點上 他們倆親密的程度就某方面來說 超越了灰夜跟白銀的親密度 在這之後 SSR版的笨灰夜也有表示 喜歡時尚大於藤原讓藤原大受打擊 更甚至 就算處在冰灰夜狀態 他都願意讓時尚玩Wazeplay 這些種種行為都證明了 時尚該繳稅了 抱歉 是證明了 灰夜機喜愛馬呂族的部分 有移植到這部作品來 最後 其實本來作品還有用到馬呂族衰弱儀式 但因為牽涉到時尚第二的部分 所以請容我留到下次再談 好了 講完了主曲物語對應到的部分 不知道各位會不會覺得太長呢? 如果覺得會 請在下方留言 我會在這之後的人物介紹 減少這部分的補充 那 接下來總算該進入正題 來好好聊聊時尚的背景 以及為何他會被叫做真男人的原因 相比於藤原或是灰夜 時尚的家庭背景相對樸素許多 前兩個 一個是政治一族的大家閨秀 另一個是日本國內最大財團之一的千金小姐 而時尚就只是個玩具製造商的次男 這背景雖然贏過平民不少 但在秀之苑這個貴族學院中 應該不能算是太優秀的吧? 那 為什麼儘管家是不是最頂尖 時尚家還是會把時尚送到這裡來呢? 這是因為時尚的父親只有高中畢業 從小吃盡苦頭的他 為了虛榮 才把自己的兒子送到秀之苑就讀 可能也因為並非自己想來的緣故 所以時尚的學習態度並不積極 甚至到了怠惰的地步 他平時就只有在對自己有興趣的東西才使出權力 是的 就跟在座的各位一樣 很顯然的扣除掉數學資管的部分 他把大部分的時間都投注在電玩漫畫和輕小說中 是個標準的宅男 要說唯一跟螢幕前各位不太一樣的是 他在國中的時候還是有加入體育社團 跑步速度甚至是社團中最快的那個 所以他的身材才會比較修長 而不是圓潤 但即使如此 撇除掉他之後會遭遇到的是 他從本質上來說 還是個邊緣人 與比起古巴帆很像 平時不怎麼與人交流 還總是默默地觀察別人的一舉與動 可能敗死之刺 他養出了敏銳的觀察力 能輕易地看見別人不想被碰觸的核心 也就是所謂的 地雷 各位 你們知道為何時尚說的話常常能被觀眾認同 但這些話放在劇中 卻會對被攻擊的對象產生強大的破壞力嗎? 這是因為他講的這些十之八九都是事實 藤圓胸大不大? 大! 有沒有可能妨礙射箭? 乍看一下有 灰燕麻不麻煩? 麻煩! 各位要知道 比起一些咒罵來說 事實的破壞力才是最強的 劇情中 被時尚無意間攻擊到的夥伴受創的情況 只是用了比較可愛的方式呈現 但放在現實 大部分的人都很可能會惱羞 他常常講一些沒有修飾過的現實 以及碰觸到別人的地雷 這就是時尚被稱為KY的原因 如果說跟藤圓比 藤圓是看得到地雷 認得出地雷 但他依然會依照自己的心情 把地雷旁邊通通踩一遍 讓人沒辦法真正動怒 但時尚的狀況卻是 只知道大家都知道的真地雷 其他那些乍看之下 不像地雷的地雷 普通人會閃 他卻會去亂碰 所以他的話常常會對別人造成傷害 在藤圓篇我有提到 赤板說自己像藤圓混時尚 但老師周圍的朋友和讀者 大部分人可不這麼認為 因為你們看 很像對吧? 而且老師還說過 他能百分之百感受時尚的遭遇 所以 各位覺得老師比較像哪位呢? 好啦 還是讓我們回到正題 時尚雖然遠離人情 但不代表他默示他人 相反的 他甚至會去偷偷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其中 受到他最多幫助的對象 很顯然的就是 一金眼玉子 在國中時 即使自己的PSP被他沒收 時尚也沒有真的討厭他 反而會在暗中 把貼在玉子背上的惡意撕掉 甚至在玉子被大家疏遠時 還偷偷放了沒有署名的安慰性 並奉上花雨室 小小的堅強的雪花蠻的鴨花來鼓勵他 更可悔的是 這一切時尚都是不求回報的 他當時對玉子絲毫沒有男女之情 只是因為厭惡好人受到傷害 所以才出手相助 但 這種個性卻在之後 大大的影響了他的人生 這件事同時也對應到 在詹古回提到的 惡欲及犧牲 在時尚國三的時候 有一名叫做大有精子的同學 他平時開朗大方善於交流 就連當時已經是邊緣人的時尚 他都願意搭話 對時尚而言 有人向自己搭話 他無趣的校園生活就像得到了救贖一樣 因此 雖然對他沒有戀情 但卻由衷地希望他的笑容能持續下去 可惜 天不從人怨 他某天交到了男朋友迪野 這名男子不是什麼邊緣人 是完完全全的現衝 平時總是待在人群中心 意外的是 時尚並沒有像過去一樣 詛咒這對情侶 反倒是真心希望他們能得到幸福 但 時尚的這個願望沒有實現 再一次偶然下 他聽到了迪野在找別的女人開房間 不能容忍好人受到傷害的他 再度暗地裡獨自展開行動 時尚憑著自己的力量 收集好所有證據後 跟迪野攤牌 然而後者不是什麼神油的燈 他大啦啦的把大友禁止當成談派籌碼 雖然漫畫中沒有名講 但八成是說 你今天來我家 我幫你設局讓你上他 聽到這 時尚只問了對方 到底把大友當成什麼後 下一秒完全失去理智 不斷往迪野臉上招呼 他硬心只想給迪野換一個 拐不了女生的臉 可遺憾的是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這個局 從頭到尾都是迪野設計好的 迪野趁著事情鬧大的同時 威脅時尚要是把事情說出去 就會讓大友難看 還趁機當眾把時尚這個現行犯 誣賴成跟蹤狂 誣賴成一個喜歡精子 想用暴力奪取女人的跟蹤狂 迪野自己則是搖身一變變為完美的受害者 一個是演得很好的現衝 另一個是使用暴力的陰沉災難 這個社會會相信誰 自然不言而喻 事後 時尚遭到一個月的停學處分 停學期間 他總算找回了理智 不斷反省當下做錯了哪步 可惜 再怎麼反省 一切已經為時已晚 在學校 老師不信任他 只是一昧的要他繳交回過書 班上的同學也理所當然的對他展開霸凌 在家中 他的父母也沒有信任自己的孩子 尤其是父親 更是只會對時尚痛罵 絲毫沒有打算成為孩子的後盾 面對這種孤立無援的情況 時尚的自尊性和自信幾乎完全消失 但 即使如此 他還是有一份骨氣在 他願意認錯也願意反省 但絕不賠罪 而且更難能可貴的是 即使被逼到這種地步 他還是在為大友著想 自死之中寫不出真相 於是 秋天結束 冬天過去 到了春天畢業那天 不論是悔過書或是高發文 他一樣都寫不出來 但不可思議的是 校方居然還是讓他升上了高中部 原來啊 是依錦也不斷向學校抗議原本的決定 讓校長注意到了這件事 而且同時 更重要的是 時尚的貴人們 現任的學生會展開行動 他們憑著各自的實力 從零碎的資訊中合力推導出時尚真實的想法 揭開了時尚苦手半年以上的秘密 更甚至 他們還追蹤了時尚停學後這兩人的情況 敵業和大友已經分手 大友現在活得很快樂 聽到這兩項情報後 時尚頓時放向心中一半的大使 而另一半 則是在白銀認同時尚的努力 並告訴他 他的堅持是有意義後 時尚的情緒才總算完全潰題 對現在的他來說 只要這世上還有理解他的人 那麼被其他人怎麼看都已經無所謂了 之後 時尚正式復學 而且還被白銀邀請加入學生會 成為白銀重要的助手 到這邊 我再額外補充一下 雖然漫畫中沒有名獎 但時尚能憑少囉嗦啦 笨蛋 這種回過書復學 十有八九 是回野在背後施壓 畢竟她是個只要有心 連校長都能換掉的女人 至於迪爾會轉學離開秀之院高中部 就真的是回野在搞鬼 他把這整件事詳細告知了下手不知輕重的秀之院VIP們 讓他們代替回野的手 處理掉校園中的敗類 之後 時尚雖然復學 但校園內一年級對他的額語從沒少過 時尚自己對這件事也還沒完全走出去 雖然在學生會的夥伴照顧下 逐漸變得開朗 但要說完全克服 還是要等到體育季的時候 時尚為了讓自己變成現衝 主動加入應援團想改變自己 起初 他當然跟這些人格格不入 完全不能融入這股腦殘的氛圍內 但是隨著與這些人相處 他逐漸感到充實 正當他準備向前邁進時 象徵他人生失敗的大有精子 帶著失望的眼神出現在體育季上 這個女人的出現讓時尚再次閉上雙眼 本來能好好看著的對象再次模糊不清 過去者種種浮現在前 結果在時尚快被心魔壓垮的那一刻 白鷹會長再次跳了出來 他察覺到了時尚的異狀 上前幫不知所措的時尚綁上銅金 並要他別去管別人的視線 這個舉動 重新讓時尚睜開雙眼 幫時尚能夠好好重新面對大有 一句 少囉嗦啦 笨蛋 時尚開始起跑 這時候的他不只是衝向接力賽跑的終點 更是代表著他將全力甩開過去 不會扭曲自己 往前邁進的證明 最終 雖然他沒能拿下第一 但現在的他的身邊 已經不再只有學生會的貴人們 而是那些認同時尚的努力 本來時尚看不清的應援團的夥伴們 這次事件後 時尚開啟他的新的篇章 粉紅色的未來 欠稅大戶時尚優 再次開始 可惜這部分沒辦法在這請跟大家分享 因為光是現在的量就已經太多 不過各位放心 一定會有時尚二期的 好了 講完了時尚的背景 及動畫第二季最重要的劇情後 現在該來聊聊他的人際關係 不過 由於跟他有關的女性實在太多 所以這部分包含學生會的幾位 都會擺在時尚二期再慢慢的聊 白鷹御型 時尚非常尊敬高一年級的學長 同時也是時尚的貴人 雖然時尚確實是學生會合力拯救的 但出現在時尚眼前的 仍是白鷹御型 所以對時尚而言 白鷹算是比較特別的存在 應該說 白鷹有說是學生會合作才推理出來 但從時尚對另外兩個人的態度看來 時尚並沒有把該有的尊重放在另外兩人身上 所以白鷹還是比較特別的 對時尚來說 白鷹除了是重要的玩伴以及友人外 更是時尚學習的對象 時尚在漫畫近期對女性有些貼心的舉動 基本上都是向白鷹學的 而可能為了報答白鷹的恩惠 或是說 想好好善待唯一的朋友 他不但不惜每週違反校規 也要把漫畫給白鷹看外 也常常邀請白鷹去他家玩電玩 要說唯一的問題是 這樣的行為逐漸影響白鷹踏入長遠的御宅之路 楓野團長 應援團的團長 他八成知道時尚的過去 但並沒有對時尚抱持任何歧視 除了知道時尚加入應援團不是玩玩外 還知道時尚在國中跑得很快 算是除了學生會 也有好好看著時尚的其中一人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他被大佛甩了後 拉時尚一起鍛煉肌肉 以上大概是跟時尚有關的男性們 恩...真的是無二的朋友很少呢 不知道各位還滿意這期的節目嗎? 如果喜歡記得訂閱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這邊跟各位再玩一個小遊戲 如果兩個星期內訂閱數超過4000 那我就感受到各位強烈的期待 我會在達標的一星期內 就算減少睡眠時間 也會把欠稅大戶、時尚優篇全部趕出來 那麼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請在下方留言 我看到的都會一一回答 也歡迎按讚追蹤粉絲團 平時會提供一些動漫資訊 好了 期待我們很快再見 掰掰 掰掰 by bwd6